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六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甲方杜家思想比余佳思想更适合现今香港青少年处世认识》 《粤方辩题余佳思想比余佳思想更适合现今香港青少年处世认识》 由正方可峰中学识识研主办对《粤方佛教审香林记念中学》 首先为大家介绍双方辩论员 首先是隔方的主辩福允军同学 第一副辩张子盈同学 第二副辩宁非宜同学 以及杰辩王熙同学 接着就是《粤方佛教审香林记念中学》的主辩庄振宁同学 第一副辩李仲义同学 第二副辩顶俊杰同学 以及杰辩郑欣汉同学 以及杰辩郑欣汉同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三位评判 他们分别就是 第一副辩顶俊中学的辩论队负责老师彭卫兴老师 第二副辩议中学的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 第二副辩议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 大家请见 现在会简单介绍今天的赛规 本场比赛分为主辩台上发文一副二副台下发文结辩 总共六个环节 台上辩论员的发言时间为4334 每位台上辩论员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会有一丁提示 时间到会有两丁提示 过时15秒会有三丁提示 届时本人会打断辩论员的发言 以及提醒评判按照赛规去扣分 至于详细的赛规 早前已发布给各参赛的学校 想请问双方对不对赛规有没有任何疑问? 岳峰想有点问题 是,请说 是这样的 因为按照以前的做法 主席会举起一张牌 就是一丁和两丁时间 其实主席那边的声音就比较温柔 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想问会不会有些清晰点的提示 告诉我们是一丁的提示 好,你等等,在处理中 好,在处理中的同时也想询问一下 现在在这个聊天室里面 那个由句号组成的名称是哪一位? 如果再没有澄清或改名 就会消失了 请问越方的同学 现在看到的一丁和两丁 现在看到的一丁和一丁 现在看到的一丁和两丁 现在看到的一丁和一丁 如果有问题或还有其他需要 请尽快通知主席 就是我,那我就会尽力 会不会加多热通白? 加多什么? 因为你现在长期保存在一丁的状态 那你加多热通白,到时候再说 是的 好 请问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请问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现在比赛就正式开始 先请夹方的主席发言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可以向我示意开 请问是现在听到的吗? 现在听到的 好 主席、评判,有可能我坐着个位置 大家好 事任何方定义这篇题字眼 根据联合国联合章舍心理学词典的定义 正是年纪12至25的年龄层 而根据学乍典的词典 主事认识是指治理事务以及应付细思 道家思想已到无谓自然斗迷核心概念 主张都发自然 提出了无谓烈点以由黑光等的理念 如家思想的核心思想 主要是从人和理由方面的研修 道并非对立 同样都是出人向事 而差异在于如家以三光五成等 作为规范对人民进行教化 道家则反对孤意的人意 注重向内尋求本身和自由 道家不反对道德实践 要人明白了自己的善性之后 才尚应本性而行 讲求自发 今天要谈好 究竟韩者更是如今香港青少年 就需要了解如今香港的社会 以及其文化背景 因此今天网络在能辨论的标准 在于如家的教化 还是道家的自发 能处于预复一世纪 国际社会的香港青少年 带来更大的悲意 第一 道家思想更符合现今香港的时代背景 有助青少年处理事务 香港作为国际法都市 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在这里互相交集 和融合 并不停地变化 自由、平等、国外等的新思想 也不停地发展 但一个道德标准和规范 不再適用于成长阶段的青少年 但是如家思想定下固定的行为准则 其所调窗的以为故人 三长四得 冠冠神众 透过此子等的观念 对于现今青少年而言 并未免过于合反 相反 在道家思想里面 章子认为事物具有相对性和不合定性 人对于世界的应知差别 实际上都是人想加给外界的 但每个人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 定判定自己是 他人非的时候 真实就会发生 因此 是非的判断并不是绝对 道家思想鼓励我们 以包容灵魂的压光学的事物 这种灵魂变轻的思想 能够令青少年在处理事务的时候 不被社会固有的印象所迫叛 因此 第二 认识并应对世界的发展变化 第二 道家思想进行针对现今香港青少年的特质 有了面对世事的分较 在密屈主要性行的香港社会 青少年往往对外界的事物有很多追求 同时外界不必将他们很多迫叛 导致压力过大的演章不中 根据香港青少年献业本电话 调查结果公司 超过六成受访青少年感度有压力 能承青少年的表示 压力程度相当大 香港青少年会公司 王烈明博士的提出压力 远变多方面的追求 以各外界对付其的期望 例如核业 私议 个人前途 家庭 家庭关系 不合金钱等 道家思想正正可以对政下弱 人青少年可以随性发展 划断压力 道家除了提出 侮辱 无怀 引渡青少年 在充斥着欲望竞争 比较的社会一面 保持软弹的心态 更强调 无用 之有用 之为大力的思想 希望人可以无调社会 对有用 无用的标准 和服価 本身尽力去做 同意发展自身的大力 相反 如今强调的积极进取的处置 态度 为人界定一系列的道德标准 和规范 期望征少年 不要用奥护就班 成为有德行的人 反而容易不略 青少年的本性 弄巧反着 除何常会有高同学 如今只为配音 三重四得等 才符合 例如评考的思想 是否适用费用 并通费用今年的 香港青少年 多谢各位 各方主辨的 发言时间为3分59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接下来有请月方的主辨 发言 你同样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我可以向镜头示意 - 聽到嗎? - 是,聽到,聽到 - OK,叮 - 聽到,聽到 - 聽到,聽到 - 我方認為瑜伽比道家更適合形勢 - 原因有二 - 第一,瑜伽的理念可以幫助年青人構建一個良好的人際網絡 - 道家經典提及,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金藥麗 - 道家思想強調讀處,認識自己,最不重視是朋友關係 - 早知都曾說過,雞犬之聲雙文,文字老死不相往落 - 在眼下的香港,年青人更加需要朋友之間的認同感 - 尋找之戶,香港數人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 在19年調查發現,本港年青人相比起其他更加重視社交之戶 - 而朋友對他們來說,比起父母更加重要 - 相反,瑜伽思想對家有相對重視,甚至有自己的家有準則 - 例如孔子說,無有不如己者,我們要找到那些學問,道德比我們高的人 - 和他們學習,和他們建立,那麽的關係 - 在香港社會建立一個良好的人際關係 - 不但可以令我們健然思齊成為更好的人 - 青少年還可以透過社交圈子獲得認同,互相學習 - 令我們學業工作做得更好 - 所以我覺得儒家思想比道家思想更加合適 - 第二,儒家思想盡取精神有利於香港社會平革 - 道德經游道,上線弱水,水線利罵物而不爭 - 道家思想要大家像水一樣 - 會在低谷,安心地處於一個弱勢的環境 - 不同山比高,不同天比遼闊 - 做人要像水一樣,不要貪圖明理 - 恩責萬物,卻低調不居公 - 香港青少年,從學校到職場都講求一個好的學歷 - 學好的大學,在不同的比賽奪命而出 - 才可以讓其他人重視自己 - 但道家思想是低調不爭 - 往往將自己的功勞、拱收養級上司、同事 - 自己難以獲得其他人的賞識 - 或者其他工資的賞識 - 青少年難以出頭 - 如家比道家思想積極得多 - 真指所言,事不可以不還毅,任眾而道遠 - 如此,我們應該積極進取,要在各項業發展 - 貢獻社會 - 如家更能滿足現在香港社會對年輕人上進的要求 - 定 - 如家思想,不曾有五而至於學 - 三十而立,從小向學後做到儒家經驗 - 禮記大學,所言修身齊家 - 自國平天下,相比起道家消極的態度面對社會 - 年輕人更有好的機會去發展 - 道家思想強調不敢為天下先 - 我想問一下有科,不爭的態度放在學業和工作上 - 也會令阿達的年輕人上流 - 多謝各位 - 多謝各位 - 月方主辯的發言時間為4分04秒,無過時無需扣分 - 今次學來就會進入台上發問的環節 - 無論是發問、準備還是作答都是一分鐘的時間 - 在發問和作答的一分鐘內 - 時間完結前的15秒會有一丁提示 - 發言時間到便會有兩丁,並且不切緩衝時間 - 所以主席便會直接打斷作答或問題的發言 - 請問雙方對於台上發問環節的蔡規有沒有疑問? - 若然沒有的話,便請甲方派出一位便員向月方的主便發問 - 甲方的發問員可以到台前預備 - 難道請出門 - Siz迷,請問、請問了 Taymi - 請問大家是否聽到? - 聽到、聽到 - 可以 - 太棒了 - 個字 - 好意 - 聽 但是道家跟我們說什麼? 青少年他們可以去自由化一點 你也不想去學校? 可以啊,你去試試吧 想嘗試運動都沒問題的 只要你找到你分證的本性 分證的外部就可以 那麼有沒有今天作為香港的青少年 你喜歡哪種的學生方式呢? 謝謝各位 粵方煮便有一分鐘的時間預備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时间结束,现在请月方派出主便作答 有1分钟的作答时段,继续时间可以向镜头示意 听到 听到叮声才开始发言 听到叮声才开始发言 请问准备好了吗? OK,准备好了 叮 多谢有方今天的提问 我们不是说我们是同意今天的社会是重视多元化发展 但是有方可不可以只看道家 虽然虽然是扭曲了我们现在的思维 我们不是说每样都要做得很好 例如有则是我们是重视重视学习和我们是重视多元化发展 我们都有提出过陆毅和礼、乐、社、语、书、素 这几个,不是单纯要我们一直在補习、要做个乖乖仔 我们是推崇一个比较多元化发展 就是可以做什么都可以 还有瑜伽学者、孔子、陈瓦 就是 即是 慧琳的邀请做工 叮叮 发言时间结束 请月芳主便停止发言 现在有请月芳派出一位台上边缘 向甲方进行发问 没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可以先向镜头示意 要先向镜头示意 应该相应清楚 可以 各位 今天由欢和我完全曲解了余家的定义和理解 由寬江今天只跟我們說什麼君君誠誠誠誠誠誌 女性要跟從三從四德 其實這些東西其實在中國的舊時代已經被淘汰的時候 為什麼由寬江會認為她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呢 再說由寬江今天看儒家思想 它教導我們要做仁義禮智 我們要關懷他人 說出來社會之後要遵從禮節 對人不可以太過操勞 也都不可以說一些粗言為語 有可能認為這些禮儀的教育對於現在的年輕人有沒有用呢? 多謝各位 雜方的主辯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請多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才没有回答我方台上问的问题 其实有可能我也知道 我们今天作为香港 大家都在香港在BX年 我们需要一个更加自由的环境 去让我们去学习 我们有更大的发振空间 而不是被仁家思想的人与礼子去伏换我们 有科学说我方不否认仁家都是有人与礼子 这些东西是好的 但是是否还适合用今的社会呢 我方今天见到仁家就是要伏换 就是说你今天不做这一样东西 你就不是君子 你要做这一样东西 你才是君子 你今天不做这一样东西 你就不是孝 你要做了 你才是等于孝子 那今天我方看到的就是 因为这些局盼 是会局盼着香港青少年的思考 局盼着他们的 当日常做的东西 还有令到他们少了化规的空间 而今天我们到家看到的就是 我们有不愿意强迫他们去做人与礼子 是他们自己想做的话 他们想伟罵的人 就伟罵的人 叮叮 发言时间到 请隔方主面停止发言 好 台上发问的环节结束 现在就会进入 副变发言的环节 先请隔方的第一副变 可以到镜头前面预备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可以 试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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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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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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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可能不敢回答我方主電的問題 今天我方主電的問題 就是三重四德 是否適合現今的社會 今天有可能不答應的 因為有可能都知道 再就是剛才有可能一出來就告訴我 三重四德已經是過去了 其實不是瑜伽瑜伽想說的東西 但其實今天有風地 我剛剛說瑜伽有這些故法 或者黑板的思想的時候 瑜伽瑜伽就說不是了 今天有風地現在有什麼思想是說 說了什麼 他包了什麼 有風地說清楚 是否現在 今天有風地說 我原來三重四德 有可能都覺得是黑板印象的時候 今天有風地說 是否承認網方的論點 再者 其實今天有風地說 原來今天我們行政變系的標準 就是我們怎樣才可以成功 但是今天有風地說 我道家因為不爭 不爭便會輸 所以就不會成功 如果我不爭是否等於會成功 你什麼都不想 就去爭是不是就會成功 就不清楚了 我們今天有風地說 有風地說 原來我們今天貢獻 我們道家不會那麼高調 或者不會很著重這個貢獻社會 但其實今天不是這樣 我們看回道德經裡面有說過 水善萬物而不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今天人是會知弱萬物 我們不會相爭的前提下 我們會盡其所能去貢獻自己 去幫助自己的時候 根本就不如同所說 我們不做貢獻 而我們不會經常犧牲自己 我們不會像現在一樣 在很多方法 很多規定 我們逼自己去貢獻 而我們發展 自己去發展 自發地去發展 自發地去貢獻 貢獻 是很清楚的 再者 今天有空和我 就說原來道德經會令到 原來沒有寫 但是今天有空和我 其實說了一個例子 就告訴我 原來道家是不保禮寫家 什麼老死不傷亡 有可能說清楚 是為什麼會老死不傷亡 是不是有空和我 那個朋友做了什麼 有可能說清楚 是突然之間說 我們不應該認識任何朋友 有可能說清楚 再者 今天有空和我 所說的 現在又說了什麼 現在又說了什麼 是要重視社交的 叮叮 甲方第一副片的發言時間 為3分02秒 無過時無需靠分 接下來有請月方的第一副片 到鏡頭前面預備 你同樣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我可以先向鏡頭示意可以 有請月方的第一副片 有請月方的第一副片 請問聽得聽得清楚 請問聽得清楚 請問聽得知道 請問正確 請請問 另外三分鐘嗎 所以我可以向我示意 林肥好 丁 做作各位要討論辯題 先要教清楚有方和我方之間的分歧 第一雙方對於何者更適合的標準 聽完有方的主辯 不難發現雙方對香港年輕人 眼下眼面對的社會是一致 無論是高壓重視物質 年輕人是需要工作 學業、貧貝之間取得滿足感 我方看誰更適合 就是看看何者令年輕人 在香港更容易成功 有方其實都不反對 但他們知道道家那種消極的態度 難以在現今香港令青少年取得成功 所以不敢跟我們討論 第二有方口中的問題 到底雙方是否不適合呢? 有方推順順其自然多元發展 雖然雙方講求學而優質 事要入大學做官等等 但不等於雙方不重視多元發展 雙方提倡推行陸藝教育 瑜伽強調 遞只要學習當時的才藝 禮、樂、射、羽、書、素 統知都是精通綠藝 論語術已至於道具於德 依於人由於藝 培養藝術收養 第二 這次瑜伽壓力大,有方同學今天扭曲瑜伽的思想 沒錯,瑜伽是講求積極上進,展現抱負 但瑜伽重視的是個人是否有能力,而不是看成敗得失 就好像阿梅一生都沒有做過班,生活也都極憑 但堅守得憑,安憑樂道 我方從來都不是說有方口中的多元發展不輕人就不需要面對 但變題的主題是處事應生,所以今天變題背後的關鍵在於問大家 一個青少年活在香港?愛在環境、經濟結構、生活模式都難以改變的情況下 怎樣才能活得更好?香港集思會幾年前的報告就顯示 大部分受訪的青年未來五年的目標是與工作及行業有關 超過四成的年輕人說想賺多點錢,而且報告更指出 青少年在香港希望推動社會發展進步 先說教友官,有方不反對瑜伽比道家更重視朋友? 用瑜伽的理念、朋友,我們會選擇自取相投的朋友 論語所言,道骨頭不相為謀的理念 就好像今天打辯論,我們有辯友 第二天出道社會都有不同的興趣、理念相符的朋友 無論讀大學、選科、扣職、問行程都可以互通消息 在競爭這麼激烈的社會才會容易得到在其他人身邊脫穎而出 相反如果用道家,例如莊子想說 相如已末,不如相亡,越江湖 確定不需要建立親密關係 請友方義父簡單地回答 道家的交友官,我們朋友會不會越來越少、越來越傷 疏離呢?最後想問 都老子道德經中指出絕巧、棄理、道策無由 你們又知不知道什麼意思呢? 謝謝各位 謝謝 獲方第一座面的發言時間為3分05秒 沒有過時無需求分 接下來又請甲方的第二座面到台前預備 你同樣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失去朋友 完全失去社交 但是今天道家讲求的是什么 是首先注重自身的修养 然后再生一些朋友跟你一起再进行修养 这才是道家的意思 这些是道家的标准严 但是有科学说道家就是弊弊 再者今天有科学又再有第二个贸问的对道家 就是说道家非常消极的态度 那今天我已经说过了 今天道家所谓的不赠 不是不求上信 不是努所事事 是强调 要维拟不争 要做了事 你在方言进取人生态度 之后你才不要再追逐什么世俗的公民 是要你尽自己的本性 信自己的本性 去扩充自己的能力 然后服务社会不是消极 不是什么都不是不做 不是躺平 再者 今天有科学很有趣的 我们说什么 多元发展 但今天有科学自己又说 高学力 继续加人资学 那就要成功 今天有科学我想问 你为什么可以定义成功 什么叫成功 为什么今天一定要高学力 我才要成功 为什么我认识多些人才要成功 为什么升少年就要跟随着你 成功 今天瑜伽都一样 为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 红色 蓝色 紫色的衣服 我才要君子 为什么我今天一定要 父母死一手三年 啪什么都不做 笨草拷 我才叫啪 为什么今天我科学 还要守住这么诚求的规矩 今天有科学没有解过 为什么高学力 现在人制模学才是成功 再者今天科学来说 有两个人制模学 就是什么 不要交 没有不如记者 不要交这些朋友 今天我科学校考第十 是不是我不应该和考第十这个人做朋友 今天这个就是交友标准 今天这个BTO的交友标准 是否还适合科学五代社会 今天再者也有科学来说 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 香港社会的清朝也是高压 重视物质 所以今天有科学标准 就是说 要再用人家 令他们可以适应这些社会 就是什么 再放多些压力给他们 再让他们重视多些 才能够适应这些社会 我科学不是这样的 今天他们这么高压力 每个人都要留 每个人都要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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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无用而大用 就是什么 让他们可以顺着自己的本性 让他们发挥自己的前面 适合自己的路 而不是很少的 高压力 准时设计方式 华在正今天跟我说 现在其实 只要他们不争 那他们就会 所谓难以出头 所谓难以向上入 今天我刚刚已经说过 他们只是不想和其他人都要欠 陷入这些风争里面 他依然会顺着自然的态度 他做自己想做事 自己应该做事 今天有个人如果想问政变 首先跟我们说回 为什么今天有个所谓的成功 就是对 今天为什么 今天为什么 那么多谢 一定是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答方第二负便发言时间为3分05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然后请月方第二负便到镜头前面预备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可以向镜头示意可以 师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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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清不清楚 收音清楚 准备好了 谢谢 各位大家好 其实今天总结 道家的思想就是 出世、逍遥、无为、不增 但是要总结有方和外 他是离地 为什么 因为有方和外 完全忽视了香港的现况 我们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是人制关系 有方和外今天跟我们说 道家就是要先搞好自己 先做好自己收养 再适合其他朋友 但是这件事情 其实跟道家完全是不同 道家跟我们说什么 上亡与江湖 跟我们说什么 君子之交淡如水 是强调 不要跟其他人有太多的来往 而不是有方和我们说的 要跟其他人做朋友 那是瑜伽的思想 有方和外 先搞清楚瑜和道的区别 瑜伽是要说修身 然后再去主中信 无有不如己者 是说要跟一些有德行 有道德的人做朋友 再说瑜伽有益者三有 包括有直有民有多良 这些有方和外 其实都听过都学过 为什么有方和外 会搞坏了瑜伽和道家思想呢? 第二个层面我们看看行为的准则方面 有方和今天跟我们说 瑜伽就是要我们守喪 女性要从三从四得 但这些东西在旧时代 已经是淘汰了的时候 有方和仍然都觉得 其实今天的瑜伽就是这样的了 所以其实不是今天的瑜伽思想守教 而是有风同学的认知落后 我们看回今天的瑜伽教导我们什么 教导我们人以礼智 到外面要关怀他人 对上司对其他人要有礼貌 其实这些正是一个人的道德教育 有风同学认为这些东西 在一副和台识发问的时候 都承认到这些是好东西 好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学呢? 请问有风同学解答一下 第三个层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今天有风同学说多元社会 瑜伽就是阻碍了青少年发展的道路 但我今天跟你说 瑜伽的时候 瑜伽说支持那些年轻人 去向不同的方向去发展的时候 怎么会阻挡着他们的兴趣呢? 今天瑜伽说我可以学音乐 可以学书法 可以做运动去骑马射箭 其实这些为什么又阻挡了青少年人的多元发展呢? 我真的不明白 请有风同学解答 最后我们看看 有风同学今天问我们 就说现在思想强调的是什么? 很简单 用泛文的例子来告诉你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弱 不可以长处弱 这个是在教导今时今日的年轻人 面对疫境的时候 我们要乐观 和要去积极进取 所以其实这些事情 有时候我自己都清楚明白的时候 为什么会说今年的瑜伽是固化和守旧呢? 最后我们看看 今时今日的香港社会 其实很重视知识和能力 今年的香港年轻人 要向上流动 要出人头地的时候 一定会面对很多竞争 无论在学业上 或是在工作的沉默上 所以其实今天如果用动作思想 我们无谓 我们什么都不做 或者我们是很消极地去面对 请问有风同学 今年的香港年轻人如何成才? 多谢 先拍下来会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由双方各自派出台下发问员进行发问 先由甲方派出代表向反方发问 反方作答 然后如此类推 问、答、准备时间和计时的方式 都是与刚才台上发问的一致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先请甲方派出第一条台下发问 可以先打开镜头和试一试麦 主席评判、有风同学 请问听得清楚 听得清楚的 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叮 主席评判、有风同学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风同学贪文的标准就在于成功了 我方今天不明白有风和我所定义的成功就是要进取 今天上到大学高学力就等于成功想法 我方今天不认同 今天到家的不真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只不过到家不像有风同学 儒家思想那规定你一定要做到仁义礼之后 才叫做有德 道德从 道家从不限制你去做事 但期望青少年能够随胜而为 所以想问一下有风同学 承不承认儒家思想中有存在着三重四德 的专闭关 canpage 服务纸 裕指这些固化不合理的思想呢 也 ostat造为各位 여기서见达 血 dry有一分钟时间预备 现在开始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isa 准备时间结束 兴预期佐护 一分钟地作踏时间 知道清楚吗 清場 可以 各位有方人今天就說我們覺得儒家思想所謂的成功之道 就是要入大學找份好功 這個就是成功了 但是儒家從來沒有說過這樣 儒家背後的精神是教導我們要進取 要積極、要努力追尋自己的夢想 這些其實無論你發展哪一個行業 你做什麼都好 你都需要這個精神 無論是發展體育還是音樂 你都要不斷地去練習 你才可以取得一個好的成就 所以請問儒家何時有被一條規定的道路讓你走呢 再說儒家就說道家是隨性以為 要你回歸自我 如果我今天本身是一個很粗魯的人 我出道家的時候 我隨便用粗口去罵人 在儒家來說這個叫做隨性以為 但是儒家教導我們要守人、守禮 天下規、天下復禮的時候 這個社會才能夠和諧 想請問儒家何時如果我做一個有禮行的人 有禮節的人是否都是錯 最後儒家何時不斷地曲解儒家思想 說儒家思想固化 大家分清楚三從四得 不是儒家思想 是中國的封建思想 有請月方停止發言 現在有請月方派出第一題的台下發問 可以先打開鏡頭並且試一試咪 試咪 請問是否已經打開鏡頭 好 好 見到了 好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好 好 丁 莫逆之教 相餘已沒 不如相望於江湖 有方自己不提出引物 從頭到尾就是問我們有什麼說法 有方曲解了儒家思想 說儒家黑板 道家才可以包容 想簡單問有方 如果儒家欠缺包容 不站在對方角度思考 為何解釋論語、子語、提及的君子和義不同 少人同義不和這句話呢 多謝各位 甲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現在開始計時 請停車 dau 再一次 再次進一步 終 啊 一 二 二 二 五 二 二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甲方派出口语便宜作答 你有1分钟的作答时间,准备先向镜头示意 试咪试咪 收音清楚的 可以 叮 先多谢有方派出口语的问题 今天有方派出口语的问题 今天有方派出口语的问题 但其实弄不清楚的是有方 今天有方派出口语之间 雙言不如雙方 其实今天有方派出口语的意思是 我们就算再好朋友 也不会受这段感情的束縛 而不是不交朋友 不是不想再和任何朋友更加亲近 让我弄不清楚 其实今天有方派出口语的问题 其实今天有方派出口语的问题 就和那方说成功不是进取 不是高学力 现在没有说过 但其实今天有方派出口语的问题 今天有方派出口语的问题 今天有方派出口语的问题 赛者今天有方派出口语的问题 就说现在有方派出口语的问题 所以现在有方派出口语的问题 所以现在有方派出口语的问题 其实并不是现在的思想 那么我们先说清楚 叮叮 大约时间到 请甲方停止发言 现在有请甲方派出第二题的台下发问 可以先打开镜头和试一试麦 试麦 试麦的试麦听不听到 听得清楚的 准备有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叮 主席评判尹诺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和我方说 三重四德 君君神神 夫夫子子 已经被淘汰 但他们的确是瑜伽思想 出自于瑜伽经典的二礼桑局之下传 尹诺今天将他们摒弃于瑜伽思想之外 其实是不合理 卓姐 尹诺今天说良好人制网络 我不明白有方同学所说的交易准质 为什么要是无有不如己 有可能我今天就好像一个名簧不灵的家长 为止你们准备好一系列的交友准质 但今天交友从来都不应该受限 有可能我今天承认 道家的不争都有不与人相争的意思 可以减少与人家往的争执 同样可以做到维持良好的人制关系 多谢各位 月科有一分钟的时间预备 开始计时 给你们一步 我帮你一步 就像一步 然后我们一步 我吧 你这边 我去处理 我去处理 呢 你 我去处理 我去处理 我就回处理 我去处理 可能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月方排出一边作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准备可以先向镜头示意 请问清楚吗? 是,清楚 可以 通常有方同学有提问,今天有方同学就说 瑜伽思想什么三重四德,一成不变我 我就想告诉你们,这些是古代以前的东西 我们现在进化了,我们已经进化了 我们没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抛弃了 因为瑜伽亦都会跟随这个时间去作出改变 现在已经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第二点,他说交友 他说我们也是有一套明确的说交友 有三友和三不友的 这一套东西是教我们不要去不交了損友 那第一次不交了損友,我吸毒,我吸烟 那这个是不是危害的社会呢? 我想问一下有方同学了 接着有方同学又说,这个独家他们不争的思想 是不是就代表了他们这个东西是 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好,我问一下你们 你一个这么消极的 你会面对这个香港竞争这么大的社会 是不是真的有用呢?多谢大家 然后请杰方派出第二题的台下发问 我们先打开镜头,并且试一试麦 是,相当清楚的,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在座各位,其实… 听到叮声才开始发言 你可以向我示意,你准备好 可以了,可以了 叮 在座各位,其实今天正反双方都见到 现今社会在青少年有很多的期望 我方不否认抱有道家思想的不争 是可以令你保持平淡心境 但你可不可以改变整个社会? 当整个香港社会依然要求你有所作为是 你的无用之用都只是安扶自己 根本就没有改变过整个社会要求你有用 那怎样令到青少年融合现今社会? 这些压力不是瑜伽比的 相反,瑜伽讲求积极入世 但是强调青年抛开成败得失 只需要重视个人能力 君子病无能焉 不病人知不己知 尽人事听天明 为何不是更好的心态 装备青少年应对社会的期望和压力呢? 多谢各位 夹方有一分钟时间预备 给过两个修行 k办法 番号 富山 可 等我 谢谢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甲方派出变缘作答 甲方的台上变缘作答的时间是一分钟 准备,我可以先向镜头示意 准备好,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和我们出道来说 其实就是因为整个社会都不断争,所以不争就是不对 我没有说过,为什么不争是不好 就是说现在整个社会都不好,所以我们一起联合他这个不好的风气 一起去争,一起立法院,今天有方,根本没有说过,为什么不争是不好 我们再看一看,今天的不争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 然后就会在家里,那叫不争,而是我们而想跟你有这么多分针 不想跟你讲争争,不想有追明俗力,不想争这种争这种 而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们依然会发展自己的潜力,依然会发展自己的能力 如果只想做的事,就顺应本性,就去做 今天,这个应该是大家生活中的理想状态 大家明显暗斗,这样的就是好吗? 再者,今天我们,我方已经读过很多次了 现在青春就读过了很多压力 因为大家就拿来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 但都力了自身的修养,都力了自身自己的潜力 究竟,我们究竟发言 叮叮,发言时间到,请甲方停止发言 台下发问的环节结束,现在会有1分钟的时间 给予双方结辨作准备,开始计算 开始计算 9个皮筹 5个皮筹 这是脸儿 女为者 准备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看到视频下跌出时,现在有请月峒折变到台前顺庇 你有四分钟的总结时间 准备可以先向镜头示意 请问看清楚的 准备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可以 除了会同一切都美好 除了在面前仍有路 除了现世中有某些修复可以做 各位,生存在现在的香港 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美好的呢? 作为一个不清人,我可以跟你说 不是,其实从小时候开始 我们就要做功课,要保证 有科外活动,要考试 做到大个我们出来,要做事,要上班 我们要开会 看下来就很辛苦 有科同学就说,现实那么辛苦 不如学一下,到法自然 但大家问心一层 在香港,求学真的不是求分数吗? 没有好的成绩 不要说升大学,就许升大学 就许升大学你有兴趣的文憑 你都未必做到 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你不要说卖楼,分分钟 你都住不了 从来不是说一定要做官 一定要发达 就算你唱歌、跳舞 你努力,你才可以做到男女团 那些 有科同就说 道家帮到我们 现在只要我们处达一点 不要那么在乎 甚至就说要自我修养 这样就可以不被人约束 除了现世 还有某些修补可以做 但是现实就是银行 根本就修补不了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 维修我们的太空船 或者用道家不争无为的思想 去应对这个社会 真是可以少了压力 但是我们会发现原来 社会的要求根本就没有变 你仍然是要面对生活 那你这样又怎样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呢? 我们现在就要好像瑜伽那样 思想那样 你抛开承拜得失 你追求心中抱负 无论你是顺境力境 你都要坚守自己的信念 今天我们讲了这么久 辩题 辩题其实很简单 一个是消极,一个是积极 两个价值观你去做对比 竟然有方他已经承认了 瑜伽的价值观里面 面对着这些人际关系 日常处事都更加比较 道家来说是更加积极的 那我方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不是更加适合香港 瑜伽这一个竞争激烈 对年轻人有要求的城市呢? 说穿了 有方今天根本是扭曲了 我们瑜伽的思想 他们说三重四低 这些就是瑜伽 但是那些好的价值观 有方是一直无视了的 什么同情深 我们去关怀别人 他们是全部无视 看不到 他们只是把坏的东西 全部拿出来 扔出来 摊开给我们看 然后再去夸张化他们 再说了 今天其实有方就说 整个压力 整个社会的压力很大的 年轻人他们就要放松了 所以用道家思想 就可以处理到这些问题 但是其实瑜伽思想 都有提出处理的方法 例如就是一句 用之质行 写之质床 意思是叫我们去变通 要去作出改变 所以我们现在是有方 用我方 一个是选择逃避 一个是选择积极面对 那谁是更可以面对 这个社会外在的要求呢? 所以你们提出的这些问题 现在一律全部都有应对 但是相反 道家背后的消极 就根本就回应 原来香港要求 青少年这些上进的需要 这种肩壮 非肩壮 形势坏透 只好对抗 作为各位 在香港要成功 其实说很简单 因为遍地都是机会 但是我们要面对全世界的竞争 今天我们要比上一代 更加去强化自己 因为这个世界更加坏 我们需要有改变社会的抱负 狂 即独善其身 达即兼制天下 这一句 哪怕世界不如我们 预期这样 我们都要努力 我们要做好自己 但我们不顺利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再到人生得意的时候 发挥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兴兴社会 尽人士 听天明 比赛如是 遭人亦如是 多谢各位 月方的结变发言时间为4分07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最后有请隔方的结变作结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我可以先向镜头示意 多谢欣敬 课计 听不听到 听到 可以 听 其实评判友邦同学们,今天我们回顾友邦传人的主思 发现友邦是如前曲解了道家思想,并没有了解到道家经典的真正同意 今天我们由友邦的标准开始说,今天友邦的标准开出来很奇怪 他们说这些思想要令青少年更加成功,才能接触他们 我刚才问了,什么是成功呢? 友邦说,在低生社会上来说是高效力,是做动官 友邦又问了,为什么这些就是成功呢? 有没有其他类定给青少年选择呢? 友邦是没有回答过的 其实这些所谓的限死了,给了一条规定给青少年 正正是友邦今天不提倡的,定义青少年的发展 他限死了他们一定要追求友邦口中的成功,友邦口中的上流 友邦同学忽略了青少年的本性,又是否真的为他们好呢? 我们再提到友邦第一个论论,今天友邦跟我们说 道家他不鼓励苏维加朋友,只是注重自己 我再澄清最后一次,道家不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跟你说,注重自我道德修饮 是不会等同于完全和社会断绝,不可能的 今天友邦跟我们论性,这个论论当时用了什么论句呢? 全部都是费了你的货本而已,根据之交淡如水 博弈之交相与隐瞒 但是友邦同学,由头到尾都不跟我们解释 这个经典背后的行业 好了,今天我可以告诉你,根据之交淡如水是什么? 是说你交朋友不会有利益的牵扯,牵扯 是不是叫你去完全交朋友 今天相望于江湖的事情是什么? 是你有这些博弈之交,有这些商业以为的朋友 你才可以去商量,才可以去放下这些基盘 今天,所以我们看到,道家你同样都可以交朋友 同样可以跟他们互相够责分享信息 这些东西是不会违背青少年的 相反,今天我们看到道家鼓励青少年去看到事物的相对性 在不同人的角度跟不同的事过去思考问题 每一美女去定义自己是对人是错 这样他们就会获得更加和谐的人类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道家所提出的思想 是会令人类的人类关系更加和谐,更加随友 也都更加健康的 好了,我们再看有可能第二个论点 今天有可能跟我们说道家他一定就是 道家他所谓的消极就是什么都不做 又出世,又不奉献社会 但是今天可能是完全误解了套德经的意思 我们今天看到不如是不敢为天下先 是我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之后 不去担长天下的名利 是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之后 当我们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之后 我们信应自己的心 自然就会去做的了 今天不如是消极,不如是上限极水 是我施润万物不僧 我去尽了自己的能力,奉献了自己之后 不去做过多的方言,完全不是我所作为 什么都不做,更加不是有方后装所谓的 将功劳发法让给别人 最后各位,道可道非常道 真正经得起事前世 社会制度变动考验的真理 从来都不会是具体不固定的 人类社会在不停的进步 心理思想不断的容易 大家互相交着控撞 但是都没有分对错 人类社会的准程去到现在 作为正在建立自我思想的青少年 我们不可以再被固定的规划和触摸 如今作为在中国进行了数千年的思想 故意有其处取之处 但世代提到不停的进步 而香港作为现代的都市 自由、平民、博外等思想、广化、传播 我们很难再用单一而片面的三方五常 人类天理去定义一个人的行为态度 并且说我们不忒忍到人 去线修得 但是将会在框架区域内的光能 成文字 叮叮 大家再适用 谢谢各位 夹方结辨的用时为4分04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比赛至此暂时告一段落 也提醒两位评判 是需要挑选这场比赛的最佳辩论员 最佳辩论那里首选30分 次选20分 三选10分 如果都已经填妥的话 就可以在聊天室打几句OK 那我就会去收集和整理分子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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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在我整理分子的期间 都希望可以邀请到 今天的几位评判 为着今天的赛事去进行点评 首先有请 经济中学的辩论队负责老师 彭卫兴老师 好听听听 是的 听到 好 谢谢 这条辩题的确实是非常难 所以我们首先都去鼓励双方的辩论 其实你准备过程里面都劲力 去准备很多东西 首先我先去申报 我自己不是一个中文老师 那这场比赛呢 这个变态呢 我自己的学校就没有参与到 我在隔壁当中 所以 就是 我是完全没有接触过 瑜伽或道家思想的 那些背景知识 所以其实呢 一听到他的时候 我做一个不是中文老师 又不懂得 就是我真的很不熟悉 这些什么瑜伽或道家思想的 那我就会觉得 整场比赛里面 就很难给分 也都有一点缘 那 我知道 就是甲若双方今天都很尽力去尝试 讲究竟 瑜伽和道家之间的一些差别 是有讲到 主编里面都讲到 相对上一场是讲得清晰的 但是呢 去到不后期的演绎上面 我就会觉得 双方的交锋位 就集中了在 分别就两点了 那 甲方当然就是质疑那些 瑜伽的思想 在现在 是不适用于现在的年轻人 那样 什么军军神神 是负负子子那些 三重死得的那些 那乱方的回应就是说 这些是旧思想 不是瑜伽思想的部分 我听完之后 我心里面是很大的疑问 虽然我不是一个中文老师 我真的不懂的 但是我是有疑问 但是这个疑问是不足以我 减低粤方的分数 是要全靠甲方 去提出 为什么 君君神神 父父子子 或者为什么三重死得 不是属于瑜伽思想 为什么旧有思想 就等于不是瑜伽思想 这个是甲方 你要在很早的阶段 你要说出来 而不是留待去到台下法文 才会有教练的提醒 那台下的便宜 就懂得很清楚地交代出来 所以如果革方 如果在教组阶段 去做到这件事的话 其实瑜伽在这个解答上 他就很难去解话 很难去解话 那另一边就是 是的 瑜伽 越方就攻击对方 攻击隔方 隔方就说 这个度假思想 都是比较躺平 是的 比较躺平 但是隔方的回景 就是这样说的 那他就说 不是的 他们不是躺平的 他们是先做好自己 然后不争 才去不争 就是做好自己的位 才不争 但是呢 其实虽然我知道 你们有人用到那些 那些经典原文 但是我想期望多些 或者评判不熟悉 这些瑜伽思想的话 可能听多些 或者你要给多些的说服力 比如说可能是说到 我不知道有没有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 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 道家思想里面有没有 一些历史的故事 并且肯定说了他尽了本人 然后不争 那些故事 又或者是某些 学者 不知道有没有人 专研究这些道家思想的学者 他有提到这些观点 如果提到出来的话 是会加强到 就是革方你们的说服力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我就觉得 两者 在处理上面 如果哪个集方 可以处理 回应得对方这个论点 質疑你的最大的论点 回应得最好的话 那这个胜负就会明显多一点 这样 分享到这里 好 谢谢彭老师 接下来 有请博导孙的辩论队负责老师 黄书文老师 好 大家都听到我说话 听到 好 我也知道大家都很心急过赛 所以我也长话短说 我觉得有些位置值得一赞 首先第一 就是我刚才也有这样说 就是这一场 我觉得是我自己人生里面 同学生或者自己去准备的时候 都觉得是其中一场 挺难去准备的地方 原因就是在于 本身瑜伽道家 他的学说 背后的系统已经很大 很复杂了 然后还要再 将两家做对比 然后有些位置又不是真的 那么多冲突 然后你们还要再去做理解 还要去做回应 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 我自己觉得今场 我觉得大致都做到 对于自己的站方上 去说的事情 但是在做比较 或者去回应对方的时候 当然是有进步的空间 但是也值得给一些掌声 自己先的 或者是给一些掌声 你们的教练 和老师 因为其实练习这场真的很辛苦 那么 接下来 我想说一下 还有什么值得赚的地方 第一件事就是 但是我自己会觉得 一开始 那个立论 因为这场很难 有些地方有重叠 有些地方有没有重叠 有冲突 没有冲突 所以其实是需要 你们在立论 就是开变的时候 和我们讲清楚 那个分别的 我觉得可峰的主变稿 其实是很值得之后 去学习的 原因就是在于 我自己觉得是很清楚的 在那个对比上面 所以一开始 我会给可峰的同学 是挺高分 因为 那个地方就是 他很说到 因为他有两个论点 第一个论点就是说 道家是更加符合 现在的背景 那么 就介绍于家的角度 是怎么样 他就觉得是黑板的 但是反过来 道家就是很灵活变通的 所以是一个很清楚的对比 也是有根有据 所以我自己觉得是很清楚的 但是我自己会觉得 就以你单 就以你第一个论点去说 你自己都会说 你开面都会说 其实道家是灵活变通的 所以你后场去回应 到底我们面对现实的 处事应世的时候 就不应该只是说不真 那我就会觉得 听来真的会很容易 被对方说到来很消极 就是你明明是可以说到 是啊 现在现实的社会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机会 或者是有很多不同的发展 甚至乎你都可以觉得 现实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困难 但是现在就是 告诉你 你只得一条路 只得一套方法 一套的标准 一套的规法 但是道家其实就是 你应该是要因时第二 要懂得灵活变通的 那当然这个位 其实现在还是可以回应的地方 那对方就一定会说 不是只得一条路 对吧 他最简单 他都会说六毅 就是其实都很鼓励多元的 那只不过我自己觉得 其实你开面说得出 灵活变通 你后场就不应该 只是打不争这个位 我觉得会有点可惜的 好 反过来说一下 粤方的同学 粤方的同学 我自己会觉得 其实你们自己的发言里面 都说得清楚 其实瑜伽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和为什么适合这个年轻人 还有在后场 在不同的辩位里面的发言 我觉得你们都是能够做到 引经据典的去说的 就是因为有时候 刚才有一些比赛 或者是某几个辩位 就是两场这样说的 某几个辩位 其实很容易 你讲一下就会脱离了根据 但是我自己觉得 你们的发言是很基于 你们对于论语 或者对于瑜伽 其他学说的理解 这样去说的 只不过有个小小的修正 或者我觉得 第一个论点 讲起路四不相往来 这个交友之道 或者交友的态度 你们后场都说了很多 但是我自己有个 我不太知道自己是否准确 但是这个位置 也不是很影响分数的 但是路四不相往来 应该不是说交友的态度 应该是说他们对于 美好生活的向往 应该是说 如果可以去到一个 处于一个度的世界的时候 那其实 那些人就可以自己自吸自足 不需要向其他 即不需要向你的邻居 或者不需要向你的朋友 去交往 你也可以自吸自足的 一个生活的向往 或者一个生活状态的向往 但是后面去讨论 那些到底 应该要相关于江湖 或者是相遇而无 这一句 其实就更加难去 更加难去理解 我自己也没有说 很有信心的去看得很透 看得很透 因为 因为这一句 其实有些人是说 对道的理解 不会用来说 和朋友相处的理解 那 跟着下去 我自己就会觉得 其实 双方 另一点我想说 就是双方 都比较 自说自话 虽然 你对自己赞方的 学说 就是那个度交 或者愚雅的理解 有一定程度 大概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自己会觉得 都已经不容易了 但是呢 在那个交锋位上 都是偏向比较自说自话 例如 是什么呢 例如 我自己会觉得 在那个现实上的考虑 你们 一个就是说要不争 是吧 不争到全场 那就没有一个好再进一步去说 就是 对方要争 其实是一个如何的局面 如何去 如何去 损害自己的精神 如何不能够做到逍遥 这样 那是不是一个是逍遥的状态 一个是 一个是痛苦的状态 那到底你应该要选择哪一个呢 你觉得哪一个是适合我们的年轻人呢 又或者你可以说 很多人去到人道中年 都觉得自己碌碌无为 于是就觉得很痛苦 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能够用道家思想呢 你就可以如何去做 就是譬如这些的演绎 去解释 那个在社会上要争不争 或者是要入世出世 其实我觉得 都不是太多的 那反过来我自己会觉得 另一边呢 其实 粤方的立论呢 我自己觉得 其实是可以 演绎得好一点 尤其是说这个 入不入世 就是现实这个位 因为你们的角度 就是觉得 现在现在 就是现在我们当下面对的社会 其实就是 是这样的了 大家就是追求高贺力的了 大家就是要你好好装备自己 要你全身都将来的了 那你可以 你的说法呢 就是 但是 我们也是 不要向现实低头 我们要积极进取 那虽然是 主要鼓励你 就是 虽然社会有这一套文化 在这里影响着 但是也很鼓励多元 但是 来到这里就停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 在你这个立场里面 可以再打得放一点 如果我是你们的话 我会怎么打呢 我会觉得 这个 就是现在现实我们是不能解决的 对吧 就是无论是瑜伽动家也好 都是受着这个现实的框框的局限 那 一方面我们 但是我们在现实里面 我们固然可以选择积极进取 那也有很多多元的事情可以做 但是呢 我觉得 瑜伽之间其中一个核心的分别就是 再进一步的是 我们都不想面对这个社会的 就是 可能高学力 因为对方就会说 高学力是不是就是好的 那我觉得瑜伽可以选择的 就是 我也觉得高学力不好的 我也觉得现在这么大的竞争不好的 但是瑜伽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要去改变这个不好的社会 但是 倒转道家是什么 道家就是说我们要适性自然 要不就是顺应这个社会的变法 要不就是 不要管这个社会是什么 总之自己做好 或者自己精神整介 逍遥就可以了 那其实 对于你们 大家都不同意的社会实况 社会实况 其实 虞价是先有机会去改变 这样 但是 道家就是一个很不负责的角度 我觉得你们可以再这样去 提出自己的立场 会说得好些 就不只是 停留在说 是啊 我们就要继续积极进取啊 我们就应该是 反过来对方就很消极啊 我们就应该要坚持信念 这样 我觉得可以再自圆其说些 或者论述会再完整些 可以给到对方压力 你选择的 就是你选择的 只是自己逍遥 是没有忽视了整个对社会的承担 这样 是的 是 小小影片来到这里 多谢 好 谢谢黄书文老师 好 那 最后呢 那我都说一点点评语 那 在前面的两位评判 其实都交代了很多 和我都很相同的看法 就是包括今天 其实 双方的资料准备 是充足过我们看的对上一场 幻影经典 或者是去解释的时候 能够有护影例子 这些都通通做得 我自己觉得是 今天两场当中比较好的 所以今天双方 双方就变成了 我们评判 真的可以落到 后一点点的环节 就是去看到那些交锋 究竟我们怎么去评分 就不是单纯在大家的内论 不过我觉得 在交锋的时候 也好看大家 有没有遵从自己的主线 设计 我自己也同意 其实今天 可峰 即甲方 去把握 儒家和道家 那两个思想的一些核心 然后转化成为 辩论场上 可以用的一些例子 或者数据 我觉得是做得比较好的 因为那种相对地 是说 可辩 即有变化存在 或者有弹性的思想 你将这些标签 套给了道家 那 儒家 就是教条 规范 以及不可议 不可议 这些标签 你又交给了儒家 我觉得在这两套思想 本身的企业 这么庞大 或者它可以援引的经典 那么多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些做法是聪明的 就是你透过举出一堆 他们里面说的例子 内容 可能是装置内篇 脑子 好了 说了这些之后 你告诉评判 这个感觉是什么 总结一句 就是这样 我觉得你有支持到 然后再用这个标签 然后再用这个标签 去打你后场的内容 我觉得这种做法 是挺值得去参考 和学习的 特别是当我们遇到 这些格局这么大的辩题的时候 怎样可以在主辩 已经下到这些标签 或者这些感觉 给评判 或者给双方 我也觉得是做得好的 但是粤方 其实也是有用同样的策略 甚至我觉得 也挺似的 就是首先说出一堆 他们的名片 例子 与例 然后再说 那个内容 那个概念 但是粤方这件事 做得更加好的 就是他们有尝试 运用一些现代的例子 来到去拆解辩题里面 所说的现今青少年 应该要有些什么的特质 或者要如何去应对 这个世事变法 但是很可惜 这件事 去到中后场 是被甲方拉了下去 继续讨论那些古代的精神 或者这些思想的精髓 那变相呢 我觉得其实粤方有少少 削弱了自己本身的开辩 或者这条主线的设计 那个原意 就是去说 其实我们不可以 只比拼两种思想 在本质上 对人类有什么好和不好 而是应该说回 现今香港的年轻人 他们面对着什么的压迫 面对着什么的困境 以至到我们觉得 应该用什么角度去教导他们 或者是他们如何去认识处事 以至先为之对他们来说是理想 我觉得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我比分有分差的关键之处 就是哪一个的论点连贯 又或者是主线的把握 能不能够保持全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交锋和反驳 我也同意 亦是大家在比较少数的位置当中 是真的有交锋 例如说一个人面对着逆境 那瑜伽是否一定要他自强不息 而自强不息是否就等于好呢 我觉得是两个步骤 这方面可能隔方便会同意 就是同意他在面对逆境的时候 要自强不息 但是隔方便不同意 这是一个好事 因为自强不息得利 可能不会得到他理想的结果 甚至可能会弄巧反着 令他压力过大 甚至会有些轻生 或者抑郁的情况出现 但是当隔方这样说完之后 可不可以再试试 再说一步就是 那道家如何离得比较好呢 在面对逆境的时候 于是我就觉得 正如刚才王老师所说 我觉得就是缺乏了一些 对于道家的精神的把握 其实可以再阔一些 因为今天比较集中的是不增 但是其实还有适性 还有逍遥这个境界 这个部分也是相对于 越方来说 越方也是做得好一点的 越方对于瑜伽的把握 他会说得多面向一点 譬如他一方面会说自强不息 但是其实越方也留意到 他有一些多元和包容的精神 甚至他说到其实瑜伽是分阶段的 即他是说你的修纪纳德是个人 但是接着你是要推理及人 你是要去到整个社会 你是改变不了自身 对抗不了逆境 不要紧要 你就改变逆境 你就让世界变得不混乱 你就可以处之泰然 我觉得这个也是越方做得好的地方 在不扭曲正常人 对于瑜伽和道家的理解下 双方其实就是 大家在想如何拉扯这个战场 而我觉得 这方面又是越方做得好一点 所以可能在我将分支上 那个分差也不会太大 就是因为我觉得 双方各自有做得好 以及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最后就是说一点 我自己这条片题的看法 不重复前面两位评判所说的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大家都可以多些 善用一些两种思想 在历史物乐当中的角色和定位 就是为什么瑜伽会一直都被一些当权者 去拿来做一种权术 或者政治的学术思想 而为什么道家会衍生出来 就是背景是怎样的 或者他应用在什么情况下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重要的 我们当他比对现今香港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想清楚就是 瑜伽产生和应用的那些时代背景 是不是跟现今香港相似的呢 可能这件事情 会更加直接了当地 去说给评判听是否适合 譬如大家也有听过 读中史就会想一个问题 自乱世才用重点的 那不是乱世便不用重点 意思就是这样 那你可能要先告诉我 今时今日是不是一个乱世 它乱到怎样呢 乱到似不似 杜家思想应运而生的那个年代呢 还是它似不似 以儒家思想衍生出来的那个背景 如果它是像杜家多些 那可能是杜家容易一些 那如果不是的 它跟儒家的那个产生背景 是差不多的 或者潮汐代代都是这样的 那又是可能是儒家的 那又是可能是适合的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纯粹给大家一个角度 去思考辨题 不一定要单纯 从那个思想的理论 或者那些要义那里去出发 可以再推后一步 就是想想它产生出来的那个历史的蜜落 它那个时代的背景 有没有一些事情是跟今时今日都相似 导致到或者以至到我们的年轻人 都是更加适合去 去追随某一种思想 那可能就会是多一种不同的观点 浸进去的话 就可能会会丰富整场比赛 那我们的评论就去到这里 接下来换个身份 我变回了一个主席 那我现在就会公布赛果 好 首先 今天的辩题是 隔方杜家思想比余佳思想更适合 现今香港青少年处世净事 月方辩题是 余佳思想比杜家思想更适合 现今香港青少年处世净事 由隔方可峰中学识识研主办 对月方沈香林佛教育基建中学 好 现在就会宣布赛果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是月方的第二副辩 而今天的赛果将会以票数作计算 隔方得票为三票 月方得票为零票 换言之今天的胜出队伍就是隔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